用數字看臺灣掌握最近財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臺灣 那麼臺股的量縮 那麼在最近引發各界大家高度的關注 我們看到在過去的這段時間 臺股歷年的成交金額逐年在減少 那麼到二零一六年結束的時候 是十八一 十八兆九千一百萬 那麼在過去的前兩年 一個是二十三兆 一個是二十二點五七兆 那麼大致上臺股在相對來講 我們大約是在經過這樣的一個量能的萎縮 是呈現兩千零二年以來 最低的成交量 等於是十四年的新低量 那麼這個面對這個新的低量 今天我們要特別請到交易所的 現任董事長 司董事長 跟前交易所的總經理 林總經理 現在是福邦證券的這個林董事長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大家好好來討論一下 臺股的量縮 到底我們怎麼來面對 那麼在二零一六年 我們先把這幾個重要的結果 稍微看一下 在過去這段時間 川普的當選 那麼讓美國股市再度拉升了一波 從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三點 一路到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七點 那麼大致上只差了十二點 美國股市可以挑戰兩萬點的高點 所以後面這段漲幅是大的 我們看到臺股相對 在過去這段時間 從七千六百二十七點 那麼漲到九千四百三十點 那後面這一段大致上是相對 每股的零利的大漲 臺股相對是小漲 不過臺股在過去這一年表現已經算是不錯了 我們漲了十點九八個percent 我們來看摩台指數 在過去這段時間 他的漲幅也大過OTC的指數 大過臺股的指數 臺股漲十點九八 但是摩台漲了十二點七六 而OTC的指數下跌百分之三 所以這個情況 臺股的三個指數 他呈現了一個不同的內涵 那OTC很多人把他當成一個代表內支 所以內支在過去來講 相對的是視為 而摩台指在過去漲幅最大 這是外資所推動 那麼在這個結構當中 我們等一下再詳細來討論 那麼TBPS的民調 最近對股民 他說只有百分之十三的民眾 對股市有信心 只有百分之六 對房地產有信心 那我們的好朋友 袁秉麗 他最近特別提到 他說房價還要再繼續跌兩年 所以他對房地產相對他是悲觀的 我們也看到2016年結束了 我們把這個2016年的這個大致上 全球的市場 稍微給大家稍微回顧一下 阿根廷上漲四四點九 巴西漲了三十八點九三 而俄羅斯上漲二十六點七六 加拿大上漲十七點五 泰國漲十九點七九 而印尼漲十五點三 這是比台股 這個漲幅比台股大的 我們來看台股的這個三大指數的表現 一個十點九八 一個跌三 一個是漲十二點六七 所以某台指數大於家庭指數 又大於OTC的指數 這是我把在2016年的台股的表現 給大家做一個說明 但是你看到美國的股市 大致上呈現一個新的不同的狀況 道瓊漲的十三趴多 那S&P五百九點五趴 那納斯達克漲的七點五趴 那生計股在過去這年跌了二十一點六八 那我最近看到很多美國的預測認為生計股 今年會再跌五成以上 所以看起來比較恐怖 但是費城半導體指數大漲三十六點六 那我們看到亞洲的相關的市場 大陸的上陣跌了十二點三趴 深圳跌十四點一 另外香港是漲零點四 日本股市原來是漲了之後再大跌 大跌之後又拉起來 全年上漲百分之零點六 比較特殊的是南韓在閨蜜門事件當中 他全年上漲三點三 這當中三星在去年漲了四十五趴 所以三星跟台灣的台積電是很 很類似的 台股的上漲 我們可以看到外資連續五年的買超 在去年一年外資買超 三千一百 這個七十四億 那麼對台股貢獻是相對是大的 所以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情況 外資這個 變成台股最大的推手 現在的這個外資 台積電七十八點七三 日月光是七十七趴以上 台大電七十趴 這兩個超過七成 其他都六成 國聚 華碩 鴻海 大力光的五六成以上 另外我們看外資的股力所得 台積電他拿走一千兩百三十億 鴻海拿走三百零九億 中華電信一百零五億 所以大部分的全資股的股息 外資拿下最多 今天我們要回頭來探討台股的量說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目前的成交量 台股在外資休假的時候 我們在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號 連續兩天三百多億 到二十八號四百七十七 相對是少的 我們看到正常情況五百到六百 但是外資扣掉兩百到三百 ETF扣掉一百到一百五 大事實上內資的成交大約三百左右 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到目前為止 整個台股市呈現萎縮的狀態 十一月是一點六三兆 十二月是一點三七四五兆 那麼在十月是一點三二兆 創的新低 那你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我用十一月一號那一天 台股成交量四百八十八點七 但是香港成交那一天六百五十六億港幣 深進加上海 那麼加起來其實已經四千多億人民幣了 那我們再看到十二月三十二封關那一天 台股成交量五百六十三億 但香港是五百三十七港幣 深進一千九百一十四 上海是一千五百一十七 兩市將加是三千四百三十二億 所以這個成交來看起來 台股相對是 相對是少的 我們再看到美國的極黨關鍵個股 你看到十二月二十七號 當天NVIDIA的成交量是五千六百零四億 他一天成交量是六十一億美元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大概可以看到台股現在面對 在成交量萎縮當中 我們所面臨的壓力相對是沉重的 所以今天我們重心 完全擺在如何搶教台股的成交量 我想交易所在這個禮拜有個記者會 那麼石董市長特別提到台股的量 說正好是改革的契機 那麼他認為政交所要全力來推動ETF 的產品大概占台股在去年平均成交量是九趴以上 那今年有可能到十五趴 那這也是臺灣的整個股市 在質變量變當中 我們所看到一些新的方向 那麼到底在這一次行政院拍板 當充證交稅減半 那麼能不能把目前低迷的台股交易量能夠救得起來 我們今天請教兩位特別來賓 我們先介紹施董市長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謝謝我們歡迎施董市長 另外我們歡迎前交易所的林總經理 現在的福邦證券的林董市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我想這個在這個禮拜 我們報紙上已經看到了這個 大概都是施董市長的消息 那麼現在大家對施董市長來搶救台股的交易量 充滿了厚望 那我想交易所在今年當中如何來面對臺股的低量 那我們現在看到當充現在要降稅了 那這個對臺股在今年當中 有沒有辦法帶來比較及時矣的效果 蘇董市長先跟我們觀眾朋友來稍微介紹一下 今年臺股的交易量固然是下跌的 但是我們知道今年就像主持人剛剛所說的 今年臺股的指數上漲了 是有將近百分之十一 所以臺股的市值是在增加的 那交易量的下跌呢 他會帶來一些壞處 他的壞處就是我們的證券業 跟證券從業人員 他們就進入了一個非常寒冷的一個冬天 因為他們是靠手續費的收入 所以搶救台股的整個交易量方面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能夠股市如何能夠在量能方面 比較活絡一點 所以我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對於當沖方面的證交稅 行政院已經推過 通過 由千分之三下降為千分之一點五 那麼當沖是什麼 當沖基本上我們經常從各種教科書裡面都可以看到 說一個股市裡面 他基本上有投資者 他也有投機者 投機者他能夠提供兩種貢獻 第一種貢獻就是他能夠帶來這個量的增加 然後他能夠發現價格 讓投資者知道他所買的股票 倉疾投資的股票 當他要賣的時候有市場 要賣的時候也知道價格在哪裡 所以一個健全的市場裡面 投資者跟投機者是一個非常均勻的一些分貝 那臺股最近的這些量 說的一些問題 就是活力比較不夠 那我們很希望能夠透過一些當沖 就是當天賣也當天賣 這一些活動裡面 現在他所贊成的臺股的交易量 大概是百分之十 是 但是比較成熟國家當沖的交易量 可能到三十五四十 甚至有將近到五成的 所以當沖的量增加 那麼流動性潤滑度會提高 所以這是整個的一些措施 跟要進行的一些步驟裡面的一個非常 可以看成是第一波的一個策略 是 已經開始在執行 政見同業工會的簡宏偉理事長 特別提到 當沖降稅是非常手段 這個我也同意 其實這個禮拜我去看了林全院長 我陪他吃便當 那我也特別提到的 他告訴我說 臺灣現在有幾個稅把臺灣弄慘了 一個是在李蘇德時代所通過的奢侈稅 到了張勝和時代的這個我們健全財政補充方案 也叫付人稅 到第三個是現在張敬賀黃沐稅 把臺灣弄得動彈不得 但是現在關鍵在這裡 我說現在這些這個不良的稅改的制度 現在面對民進黨已經完全執政的情況之下 你必須要有一個全面的改革 所以如果我們面對的稅改果足不前 那我相信這個是有脫股民的期待 這當中最後還是要回到一個租稅改革的問題 我們看到現在大家正在討論這個到底要怎麼來改 那這當中包括現在可能會把七月營業稅 從百分之十七現在拉到百分之二十五 那兩稅合一這個可能會拿掉 拿掉之後臺灣有沒有辦法能夠凝聚出一個新的 合理的租稅 在這一次川普的稅改當中 其實已經給大家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提醒了 我特別告訴林院長說川普的減稅政策 其實是給大家共同思考 臺灣未來的整個租稅改革 一個討論的空間 那我想在目前的情勢之中 如果我們沒有辦法來面對一個優良的稅改 那這當中其實從當年的張勝和時代 對外資課清稅 對本國人課綜稅 我認為這個一定會讓國民黨政權最後垮掉 那最後國民黨也垮了 那我想民進黨到執政到現在為止已經半年多了 我跟小英總統最少講過三次 他也承諾要對外資課清稅 本國人課綜稅要有所改革 但是我已經等了半年到現在為止 沒有看到任何的進展 那假如這個情況沒有改善的話 那我相信對臺灣的民眾來講 對外國人後代 對本國人內代 那我想這樣的政權會面對大家很大的考驗 這是我想在稅改當中 我們所面對的一個現在民進黨政府要面對的一個最大的挑戰 等下回來我們要請教我們林總監 他在第一線總交易所再變成一個證券公司的董事長 我相信在這樣一個轉折當中 你面對臺股的量 你感觸更深刻 為什麼臺灣大部分的公司 我現在講福邦證券 福邦證券 他今年前三季大概賺六毛多 但是股價最慘的是七塊一毛五 那換句話說 這樣一個市場的低迷 讓券商淪為非常淒慘的產業 也告訴你說資本市場 你是一個 最重要一個資本市場是有籌資的功能 那我們今天把一個資本市場搞得萎靡不振以後 如果只靠閃負或是業內 大家去照亮 那我想這不是一個長久之計 因為有強大的資本市場 你才有辦法讓整個產業的發展 有更大的著力點 我去看Google 我感觸最深刻的 美國人全撲後繼天沒亮就去上班 最大是資本市場他有夠大的活力 因為很多人晚上沒睡覺 大家都在拚Google八十塊 跟Google八百塊 那個感受完全不一樣 因為你八百塊以後 你真的可以用全世界第一流的人才 臺灣面對中國大陸 不斷的窮臺的政策當中 其實我們要真正要振興自己 那如果我們只是一直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相信這個情況是嚴重的 所以在這個禮拜我看到喜聖雄 對一粒一休 他說他真的很殘 政府真的很殘忍 其實一粒一休 我跟小英總統報告過 我認為勞工的工時兩週以來八十四 現在把它縮小到八十小時 跟公務人員是一樣的 這個時候其實民進黨政府 必要在利當中 節外生枝 為什麼 這個利一通過之後 其實很多人要上班 也沒班可以上 那這個還好沒有奧利 如果奧利的話 今天臺灣大概躺平了 那現在這個情況看起來是情況更嚴重 因為你只帶來一個更大的 到現在為止很多企業 到底還弄不清什麼 哪一天是利 哪一天是休 那整個整個調整 現在很多都要上課 那我想這樣一個制度的調整 其實給大家帶來是更大的 這種一波蕩漾 那到底如何來面對 整個對社會的衝擊 其實我們將來會有單元 來跟大家談一粒一休 對臺灣造成的傷害 那等一下回來 我特別請教我們林總經理 他從業者的身分 來看看臺股的量 說 到底我們有哪些 資助改改善的空間 等一下回來 好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臺灣在民進黨執政中 其實我最近碰到一個執政 他告訴我 他說本來他對民進黨執政 準備要起跑 大家充滿了這個勁道 現在一看這個他就傻眼 他就都坐在地上 所以這個就是有很大的心聲 就企業界基本上對現在民進黨政府 他有一些不平之名 我最近也跟臺塑一個非常高層的人 吃飯 他說臺塑從此以後不會在臺灣投資 任何一毛錢 他斬釘截鐵的講 那我想這個情況都是代表企業界 對當前很多的制度 有非常多的不平之名 所以我也期待 現在小英總統是要拚經濟 那到底怎麼個拚 這個也是我們看到小英總統講 這個提振經濟從明年是最重要的任務 那我們林全院長也特別提到 他說從五月開始是臺灣拚經濟的起點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川普還沒上任 他已經在拚而且他對美國很多企業 不用說最近的福特 他說你如果去墨西哥蓋工廠 產品再賣回來美國 課中水 他已經話狠話了 這個就告訴你說 你他沒有做到位置上 他其實已經充滿了川普效應 那我們到底未來怎麼去改革 我想這是一個 我們看高手出招 一出手大概就知道高下了 我們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抓到對的改革的脈動 所以我想小英到底如何拚經濟呢 其實在現在中國大陸很多的資金開始外逃 這個禮拜其實我們看到有一個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 中國大陸的外管局 外匯管制局通令這個換匯 不得在境外購買房地產 不能在境外購買股票也不能在境外購買保險商品 那台商現在很多賣掉土地要出來現在會面臨很大的考驗 那事實上台商很多人要回流臺灣 但是我從來沒有聽到民進黨政府告訴大家 這個製造業重返臺灣 川普不斷的講製造業重返美國 但我從來沒有聽說製造業如何重返臺灣 所以我們在鼓勵南京的時候 是不是用更大的力道支持臺商的企業回臺灣 我想這是應該小英總統要去思考的 下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那我想現在當然簡宏會知道 這樣東蔥是會讓大家稍微施展要伸手 但是我想這個業內喜歡這樣拉上去殺下來 我比較擔心他有後揍力 為什麼 搞到最後還有很多的散戶會請家蕩產 為什麼 很多的散戶是最高殺地 他又賣了以後到尾盤再去 這個追回來的時候他已經賠很多錢了 那我在市場看三十年 我從來沒看到有人做當蔥會賺錢的 所以未來這個當蔥 我相信可能會讓更多人請家蕩 當蔥也說不定都有後揍力 那我想除了量能增加以外 我們到底你在這個證券市場裡面 你看到了我想你從交易所 再到證券公司 第一個我們看到過去營業廳 我記得三十幾年 我要到頂康開戶的時候 這個電梯口滿滿的進不去 現在我看我樓下有證券公司 我看那天看到一個人 所以連大廳營業廳大概都沒有人 那這個狀況現在到底證券有多苦 我看很多證券公司營業員他已經都回頭突然了 每天沒電話他就看報紙 有的秀毛線衣 有的現在開Uber 各種都有 所以這個情況到底有多慘 總經理怎麼看 林董事長怎麼看 我想非常感謝大家會注意到這個 我們現在證券商經營的這個環境的問題 剛剛施董事長也提到就是這個證券業經營的這個辛苦 那大家知道現在證券業的ROE ROE其實是非常低 那麼我們看到上市櫃的這個證券股的這個股價很低 剛剛主持人也也提到 但我我個人覺得我們在關心這件事情 最重要真的不是關心證券商本身的經營好不好 而是這背後他是什麼意涵 大家知道一個資本市場的繁榮 他其實是需要這些中階機構 所以中階機構強大這個資本市場才有可能繁榮 所以我們看證券業的一個困境 代表著說我們的證券市場 資本市場的功能是弱化 那他進一步的影響 絕對不只是對證券業 甚至不只對資本市場本身 我想這個才是我們關心的 那麼怎麼樣去改善 我想最近大家都在關心 這個問題我也從媒體看到很多 市董事長對這件事情表示關心 我們也非常感謝 那剛剛董事長也提到 希望這個這個當中的這個證券稅的 這個減半是一個開始 我這邊特別要還是要呼籲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對稅制這麼的關心 我想主持人在太多 我在二零以後 我已經講了 今天的結果 我已經講三年多了 你已經談很多 對 我還是要再提一個 就是基本上稅制在我們整個資本市場的交易成本 算高的 那特別是現在的國際環境不一樣 現在譬如說新興市場都起來了 包含我們面對是中國大陸 也在崛起 所以這個資金他是會流動 所以如果我們資本市場沒有競爭力 這個錢會離開 所以這是一個必然的現象 所以我們這麼關心稅制 不是說這個稅制是有純粹要對投資人好 純粹是對證券商好 因為他對一個整體市場的競爭力的影響 還是很大 那當然作為一個證券商 我們不會每天只等著政府來降稅 我們還是會做一些努力 那其中譬如說我先提一個 我們最近在業界一直在呼籲 我們要去看中中小辛苦的問題 其實剛剛主持人也提到了 你看二零一六年的指數 交易所的指數漲十個百分點 但是貴買的指數跌三個百分點 貴買的指數比較接近 現在在交易所掛牌的大部分的中小型股 換句話講 你這個九千二九千三的指數 其實是一個有點虛幻 或者是一個扭曲的 很多的中小型股 他的股價其實是沒有九千二九千三的 這樣一個股價 那長期因為臺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 一個經濟體 所以長期我相信對臺灣的經濟體是不利的 好 我想這個現在我想司董事長 其實你上任到現在為止 大家都看到你很努力的一面 你非常用心 希望能夠提振市場的交易量 但這裡面還有很多根源 像這個資稅的問題 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能夠去 處理這個問題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只有在這個邊邊 能夠從造勢的角度 你特別提到臺股量說正好改革 這個話我是很有興趣 所以我想是不是請董事長針對目前的這個臺股 這麼低量的情況 我們到底還有哪些改革的空間 因為我認為說像內外資的不同稅 到最後你會發現臺灣 為什麼這幾年 我們真正的製造業投資很少 為什麼很多人把錢匯到境外 再從境外匯回臺灣 然後他就買股票了 為什麼他變成外資以後 我買股票就可以了 結果那個外資不斷地在膨脹 但是我們的製造業這個資金回流 沒有人去投製造業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這個稅制他其實會扭曲非常多的 這種整個資金的發展的動向跟他的動機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說好 這個臺股量說我們要改革 我不知道董事長現在有哪些比較具體的想法 我們談了很久的許多個制度面的應該要改革的問題 都做不動 對 那現在遇到量縮的時候 可能可以讓在證券業方面 跟在主管機關方面可以形成一些共識 然後我們第一件可以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推動足比交易 因為我們是可能是全世界主要股市裡面 還沒有進入足比交易的唯一的一個國家 這東西談的可能將近有七八年以上 不過今天都還卡在這裡 所以我很希望未來一年能夠進入這個狀態 第二個呢 我認為就是說 我們一直說 以一張就是一千股作為交易單位 對於許多高價股而言 對散戶來講 跟對年輕的投資朋友來講 那價格太高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縮小交易單位 所以我說這是量能低的時候 是正好進行改革的時候 因為我們不是有一句話說嗎 說這種不好的狀況之下 你就是要廣積量 是不是高足獎 這個時候正好是改革 我們這些整個制度的時候 那第二個呢 就是你所談到這些稅制的 這些方面的問題 由於整個的量縮 才能夠讓我們大家有共同的體會 回頭去看說 那我們的整個在股票市場方面 不管是所得稅或者是交易稅方面 我們的這個制度是不是有需要優化的地方 那我們就可以大家平心 進去做下來做一種全盤性的思考 那麼我想財政部呢 在小英執政之後 也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在明年的 就是今年二零一七年的第二季 在四月五月份的時候 他就會有整個的 對於整個稅制方面的一些改革 對一些構想會提出來 那會交給一些中立的 專業的研究機構與學者 做一些對於稅損 跟對於一些社會上的一些公平正義的一些問題 跟對於一些刺激整個經濟成長方面的問題 應該要取得一個很好的一個平衡 那以健全整個資本市場 跟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台灣經濟成長的動能為主 的整個稅收的一個改革 那目前當中證交稅減半 我認為只是所有這些改革裡面的第一步 很小的一步 對 因為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稅損不高 ok 然後他可能可以創造出一些交易量 他能夠馬上可能可以解決一些證券從業人員 目前面臨的一些困境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點火 點個火 看看整個的股市 有沒有辦法在去年 這個整個市值 整個指數方面都能夠成長到百分之十一了 但量方面的減少能夠產生一些刺激的作用 所以我是認為不管是在市場上一些媒體朋友 或者是一些像主持人這麼優秀的這麼一種分析的一些分析家來說 是不是能夠對當中減稅方面給一個比較一個公允的一個評價 比方說我可以提出兩點來講 當中不是每一個人都賺錢 沒有錯 但當中能夠賺錢大概佔六成 賠錢的是四成 那當中裡面的成本三分之一是證交稅 所以證交稅在當中方面減半你是下降他們的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的下降就有助於這個交易量的增加 那我們說像證交稅這一類的東西 在租稅裡面他叫投賓 這個稅你如果提到很高 他就會能夠把那種太熱的那種市場降溫 這個稅如果太高了 你把你把它降低 他能夠增加潤滑度 你把它提高 他可以把一種過熱的拉回來 所以他是要適當的跟著市場的這個交易的節奏 而做一種調整 那當中的這個交易稅的這個證交稅減半其目的在這裡 所以他跟所謂的賭博短線投資 我想這些都沒有關係 你們可能用那些比較強烈的形容詞 我們事實上是樂觀以待 而且這個我想對證券業是絕對是有利的 因為只要交易量能夠增加 我想手續費就增加 對證券業現在你說是產業來講 他就有幫助 好我想這個我們也樂觀其成 但是就是說這裡面當然有一些後遺症 我們等一下稍微回來 我要請教我們林董事長 就是說這個其實在這個市場裡面 也非常多像現在這種低量 我倒覺得有很多公司 你必須要花時間去等待 才能夠嘗到他的經營的成果 我常講一個例子 我以前到那個春天酒店去泡湯 有一個朋友他叫我推薦股票 我跟他講這個有一檔股票叫寶雅 我說這個寶雅看起來不錯 我叫他買的時候二十二五塊 後來他跌到十七塊他天天罵我 他說他這個套牢了 現在寶雅最高漲到多少錢 四百九十五塊 我那天碰到他 他說你賣了沒有 他說還在 現在有三百九十八 那就告訴你 很多公司你其實那個 你長期投資 你賺的錢比那個還多 你知道 但是我們每天殺來殺去 你會發現 我有時候咬到一點點 但是不小心 那個股票可能會漲十倍 結果你賺五毛就賣了 我通常都看到這種 尤其我每次回到南部 類似像我爸爸這種小小 小額頭之人 他竟然會 他賺到五毛錢就賣了 賠五十塊他不會賣 所以到最後加起來 他他只可能賺九個賠一個 一個就大概就全部賺的都賠光 所以這裡面就是說 很多散戶在操作當中 當中的做法 那長線投資 有長線的投資的做法 那我倒覺得說 下一回我我我希望 石董事長在位置上 你可以更更積極告訴大家 我獎勵長期投資者 我要給他們更多的優惠 這個時候我覺得 如果一檔股票可以放十年 那你為什麼不獎勵 你獎勵那種投資一天的 這個沒有道理 我就說今天如果民進黨的 我跟院長講過這個事 我說今天如果我們鼓勵那種短線的 我去懲罰長期投資的人 這個政權沒有道理 就是說這個你應該有一個長期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都一樣 你的政策是對鼓勵 長期穩定投資人有獎賞 但是你不是鼓勵短線投資 現在我們是成交量沒有 我們是給那個當衝殺來殺去的人 給他獎勵 但是我長期投資我是課重稅的 所以這個思維 我倒覺得這是未來 可能小英總統都要面對 我最少外國人課稅 這種不合理的事 我跟小英總統當面講過三次 當面講三次 他說他們現在終於找到一個 很好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是我也在看 到底是什麼方法 所以這個回來 我們再請教我們林董事長 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回到整個市場裡面的叫做基本面 也就是說投資股票 最後還是要以基本面為依歸 那股票投資最有趣的就是 我去深入研究一家公司 然後我去看著他的每個月的營業油 跟每一季的季報的變化 然後從當中找到股價會上漲的潛力股 我覺得那是最好的一個 諸本市場的遊戲 那我想將來臺灣能不能走上一個正向循環 不是 我們當天殺來殺去 就能夠把這個 就類似賭場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要三思的 這是我心中一個最原始的促衷 稍微回來 我們來請教林董事長 剛剛其實我講的都是 我是非常善意的 因為我們看了股票市場三十年 所以這個高手一出到大概就出到高下 川普這次為什麼美國股市後面漲那一大段 他當然就跟降稅有關 為什麼 川普第一個營業稅三十五變十五 這當中個人首都稅最高 所以他三十九點六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三 這當中其實很重要的關鍵 鼓勵守得美國開始婚禮課稅百分之二十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經常說這個要租稅改革 沒事誰占便宜 我們吵半天了 最後都沒有結果 到最後乾脆有錢人自己走了就算了 所以臺灣其實大概最後就這個樣子 到最後你經濟還是會非常的困頓 那我想請教你董事長 就是說你在證券公司 我覺得現在很多人像很多營業 其實很苦 他已經真的像我們把房地獎弄死了以後 仲介公司那些防重業的營業員沒路走 那證券公司現在其實不斷在查閱 不斷在說據點 所以大概我聽說 元大在今年可能會從一百六十七個點 再縮到一百 所以後面的萎縮的壓力 一定會創造更多更大的失業率 像這個一律一休 我說嚴重在哪裡 我最近開的錢櫃董事業 我們後來發現 我們念董事業跟我講 他說錢櫃將來就是去頭去尾 什麼 冷門時段不做了 他就關店 那要做就做 幾個小時 那這個就發現你將來很多客戶內 早上七點鐘 我看沒人開 後面那個七點鐘 晚上以後那個冷門時段 我看公車也沒開 尤其那個鄉下那個客運 這個將來就大家開始要感受一些不方便 那我想一個目前證券業的 到底嚴重蕭條到什麼程度 那剛剛我們市董事長講了 有很多的這個比較具體的 這種造勢的措施 證券公司能夠承擔什麼樣的一個任務 你怎麼看 其實剛剛主持人跟市董事長 是有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對話 那市董事長特別提到說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也許是我們證券市場進一步改革的一個契機 那我稍微回應一下 譬如說我們提到對這個當中證交稅的稅率的減半 那麼固然我們要也要去關心他未來的這個發展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知道國外很多的這個市場的制度其實是很有彈性的 譬如說對於能夠提供流動性的 他可能是在一些稅率或者是在一些交易手續費上面會給優待 因為這個市場真的是很需要這個流動性 所以我們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也倒是寧可可以比較樂觀去期待 來觀察他正面帶來的一個影響 那從證券商的經營的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這也是一個讓證券商從根本去思考 一個證券商存在的價值到底是在哪裡 過去在一千億兩千億的時代 說實在話證券商很容易經營 那現在這個時候我們重新要去思考 所以我想以福邦做例子 我們內部的高層每天要去想的是我們怎麼樣可以給證券商給客戶帶來價值 那如果不能給客戶帶來價值 這些客戶他就會去離開市場 所以譬如說我們過去在講的這個KYC 可能指的是說他會不會違約 他有沒有足夠的單保品 我們現在在講KYC可能不是 我們可能要瞭解是這個客戶的屬性 他的風險區幣的程度 所以你給他介紹什麼樣的一個產品 或者可以建立他有什麼樣的選股策略 教育策略 其實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有一些選股 不是看到人家漲我去追 而是因為我知道他有好的基本面 他可能是半年後 甚至一年後股價才會漲上來 但這個股票是我值得投資的 就是作為一個證券商 可能要具備這樣一個能力 那麼另外就是我想這個證券商 經營的方式跟過去可能不一樣 我們期待過去的營業廳人蠻為患 那個時代過去的 那個時代過去的 所以我們甚至我們在講說 即便我們稅制回到二零一二 我猜我們證券市場的 這個所謂的情境 也不會回到二零一二 所以我們要去想的 可能不再是說回到那個時代 而是未來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我那天看到張善政在講說 這個新藥產業要大花 我一看我就非常不以為難 為什麼大花 因為新藥都淪為市場炒作的標的 類似像號頂 可以從七百五十五塊 一年不到剩下兩百二十六 那你說去追七百多塊 你死了 為什麼請家蕩產 那這個情況就是說 新藥股有什麼風險 我看來看去最大危險是什麼 大股東那新藥產業的老闆 他印股票的時候 他很方便 為什麼他的好朋友 他的相關的 原始的股東 他們都用十塊錢 或十五塊就去增資 結果他一上新貴一百五 到了上市的時候三百多 你想你的成本是十塊 十五塊 那我買的時候 已經一百五以上了 再追上去的時候三四百 三戶再多錢都不夠賠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小英中 在推動生計產業的時候 你等於是把那些散負投資者 通到趕到屠災場 去給人家屠殺 這個槍炮對著你 不斷的屠殺 到最後很多人都請家蕩產 像這種產業就是說 大家要嘛 要有一個公平合理的機制 你那個新藥產業 在沒有換到營業的時候 第一個大股東不能亂賣 第二個你應該推進你的 原始股東 在最後一筆增資 預價的價格 你不能說我十五塊 我拿到新貴 我差不多半年 我變成一百五 那沒道理 我說你十五塊 變一百五 你到底怎麼變 變謀數也沒那麼快 這個變成大家用印股票換鈔票 最快捷的列車 為什麼印股票 還印鈔票一張一張印 股票是一下就差十倍 那這種情況 我覺得將來很多市場機制 應該要從從這當中 做一個比較頭喘的一個調整 回來我們請教蘇董事長 來看看這個我們ETF到底 台灣現在大概六十一檔ETF 那我相信我們現在跟國際接軌 比方說像深港通的這個 深富的這個五十 這個其實都非常受歡迎 所以將來我們怎麼樣能夠 這樣代表全世界的那一種 前五十大市族的公司 這樣的商品在台灣掛牌 能夠讓台灣的散富也能夠參與 我想等一下我們請教蘇董事長 好 我想這個我們關鍵時間來 訪問我們蘇董事長 就是現在你可以看到台股在去年十八兆九千一百億 那這當中 ETF的全年成交的是一兆七千億 我在想說 我們散富投資人沒有辦法面對全世界的股票 這個是我們ETF相對來講是非常適當的 那我們看到像美國的這個 SPDR的這個ETF 現在市主一千 兩千億美金 所以一個大的ETF的部位 他可能會做得非常大 所以台灣在ETF的交易當中 我覺得交易所在這一塊 我覺得那個比全證好 為什麼 全證到最後會變成證件公司 自己對賭 但是ETF他是一個國際的名門正派 那兩個完全不一樣 董事長將來怎麼推 對ETF去加持 台灣ETF成交量 現在只有大概百分之九 但成熟國家裡面的大概到百分之三十 是 主持人你剛剛提到的 我要特別補充很有趣的資料 全世界每天交易量最高的一檔股票 是Apple 他大概三十億美元 對 但是他不是最高的 有一個比他更高的 他叫做SPDR S&P500 ETF 一天一百四十億美元 是Apple的將近五倍 是啊 那ETF是一種被動投資 而且他的交易成本非常低 所以那是全世界現在主流的產品 對 第二個呢 證交所準備怎麼推法 你剛剛說過說現在有六十一檔 這六十一檔裡面事實上有四九檔 連接台股 其他是連接海外 世界海外的商品 那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以過去十年來 對這種投資報酬率來看 台股呢 比美國差 比中國差 但比起亞洲跟比起歐洲 可能都還不錯 那如果你現在只要有證券的這個帳戶 事實上你已經在臺灣可以買到 連接美國跟中國整個指數的這些商品 你如果喜歡要讓他能夠報酬率高一點 那你買那一種雙倍的 你可以爭議 你如果想要這個做一些這個放空的事情 你可以買反向的 所以ETF他的內容非常的豐富 他能夠滿足投資人的一些需求 所以這一方面的整個證交所方面 他有一個指數公司 就臺灣指數公司 現在有在努力編一些臺灣的一些指數 像剛才董事長有特別提醒的 就是臺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那臺灣指數公司已經編了兩檔 臺灣中小企業的指數 上市公司的指數 那他如果能夠商品化了之後 那麼我想對於投資臺灣特色的一些商品 就能夠有一些出路了 那第三個 ETF我們現在只有百分之九 我們如果能夠把它提升到百分之三十 那麼ETF大家來買ETF 他是一種portfolio 他有風險性的一種分散的效果在裡面 那這也能夠提高整個的這個投資流動量 那以今年的這個十六號來講 我們要推出一個定期定額買台股 那這種心態 這個做策略也是跟ETF是有關的 那我想這些東西都是鼓勵散戶投資人 能夠再進入台股讓我們的交易量能夠提高 不只是指數提高 是 好我想我們非常歡迎你看到這個 在2016年大概這些公司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買到 這是在過去這一年市值成長最多的公司 那第一名大力光 大力光最高到三千九百八十塊 這是臺灣之光 我們從來沒看到一家公司 EPS可以到一股賺一百八十塊 賺十塊已經很難了 能夠賺一百八十塊 今年他去年大概一百六 那這樣的一個公司 我覺得不容易 那微星從二十一塊半 漲到九十塊九毛 那為什麼他能夠在電競產業 創造一個新的傳奇 光寶科 他是一個大的整個電子業的零組件 跟組裝的廠 但是他這幾年在宋公園 董事長領軍之下 他去年表現非常好 那易峰做窗簾 台售實話 是臺股去年除了鴻海之外 第三檔市值拉過一兆的臺幣的公司 後面包括中鋼 偽創這些 都是在去年表現不錯的 跟權職有關的公司 那我想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聽聽我們林董事長 告訴大家 在一個臺股量收的環境之下 我們到底在投資的心態 面對二零一七年的臺股 大家有什麼樣的一個認知 跟心理上的一個準備 來面對新的市場的變動 稍微來 好 我們節目漸進尾聲 我相信我們林董事長 現在在湖邦證券 我相信你是一輩子都跟證券市場有關 我們是看著證券市場最少看三十幾年了 我最近跟一個朋友吃完 他告訴我 他說老雷在美國九十歲了 他說他經常想念我 所以大家都已經忘記劣伯龍 所以這個就在這個市場 那個時代 大家可以想見 我們都走過臺灣 當年這個狂飆的歲月從兩億弄到 我們一九九年以來臺股成交上最高是一二六八二的 是兩千六百六十六十四億 這個可以記一下兩兩千年在在科技泡沫的時候 我們有一天最高三千一百八十四億 這個大概都已經往日很難重新追憶 我想我們都走在證券業這麼長時間 面對臺股的逐變 量變 我想林董事長給大家一個 面對歐零一期 我們在未來再投資 可能要有哪些新的想法 新的思維 來面對未來的世界 我曾經說過 我們股票市場回不去了 這個當然是連續局的一個對白 但我的意思是 我們其實是很難回到以前 那我們只能朝這個未來來看 那就這個角度來看 有幾點可以分享 我記得市董事長曾經也分享過 就是我們看現在股票市場的投資人 年輕人是大量的減少 有一部分可能他根本就不去碰了 那有一部分人 其實他轉到權政 他轉到期貨選擇權 有的甚至非常年輕 他就開始做這個臺子期了 那這個現象有好有壞 好的是說 我所知道是很多 意小博大 年輕人 對 他意小博大 他在權政真的賺到錢 那壞的是說像期貨市場 他是一個零和遊戲 他願意投入 我們股票市場不是零和遊戲 譬如說有人三十塊一毛買的 我三十塊二毛買的 我不一定叫做輸 對 那為什麼連這個不是零和遊戲 大家都不願意去投資 這就是我們要去思考 所以我們希望的是說未來這個我們可以吸引過去沒有進股票市場的或者進股票市場買的少了 他願意多投資 那可是像這個部分的話 也需要投資人的想法 要開始做一些改變 就是說現在的投資人 特別年輕一代 他其實他都有能力去使用一些教育策略的 很多證券上也提供教育策略 譬如說剛剛提過的簡單的選股策略 簡單的教育策略 會停損停利 我個人很負責任的講 其實在臺灣的股票市場 你只要是真的做了這些功課 做到一定程度的保本 有相當程度的獲利 是有機會的 剛剛施董特別提到像ETF 我所我所記得的是像ETF五十 如果你去看過去的十年 他平均每年是到八個Percent 那如果你再把交易策略變化一下 譬如說用定期不定額 那個是超過十個Percent 所以我想是說 我們希望這個 未來這個投資人 也不再像以前的所謂的追差價 追高殺低 然後懂得一些基本的交易策略 然後去做一些功課 我想他可以從資本市場獲利 那回頭從證券商的角度來看 就是剛剛也提過 券商實際上回到我們的價值 到底在哪裡 我們不能光靠說 我是一個中介機構 然後很多的營業廳 很多的營業據點 我們不能靠這個 是我們怎麼樣去協助這些客戶賺錢 譬如說適度的把ETF融入 你的投資組合 讓客戶賺錢 那可能他對這個市場就有信心了 所以我想二零一七 我們很希望你包含投資人 包含證券商 我們可能都開始壓軀去思考 是未來的投資方式 而可能不是過去的這個投資方式 這當中其實萬變不離其中 我認為要努力做功課比什麼都重要 就是說資本市場 他不是一個純粹的對賭的賭博的一個賭場 他是在這裡面是心力的一個資本市場 那我想只要你夠用功夠努力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可以在這當中找到好的公司來投資 我想今天謝謝我們司董市長 司董市長對臺灣的投資人永遠有一顆 非常愛護的心 這個我們給司董市長肯定 那同時我們也感謝 其實林董市長在這一生都奉獻給股票市場 所以我們都是愛惜這個市場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越來越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觀賞 下週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收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